第三個七題 關於電阻定義的解釋下列何者最佳當 A電阻就是電路中燈泡明暗的程度是錯的 明暗程度是亮度不是電阻 那麼B電阻就是電路中直指流動的主力大小 把電阻當作主力大小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們的直指不會流動 是電子在流動 所以B選項也是錯的 那麼諸說電阻就是電路中導線的粗細 當然粗細跟電阻的大小有關 但還會跟材質以及長度有關 所以不能用粗細來代表電阻 所以諸選項也是錯的 那麼C說電路就是電路中 電壓跟電流比值是對的 我們講過電阻的定義就是R等於I分之V 要通過1A的電流如果需要1伏特 就稱之為這電阻叫做1歐姆 所以C選項是對的 所以第三個七題問我們說 關於電阻的定義的解釋 是下列何者最恰當 我們答案選的是C 電阻就是電路中電壓與電流的比值